在现代战争中 战斗机不仅是空中作战的核心力量 更是确保制空权的关键利器 掌握制空权 意味着能够在空中打击敌方的空中力量 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以及保护自身的军事设施和战略目标 制空权的争夺 往往决定着一场战役的成败 因此战斗机的性能和战斗力 在现代军队中至关重要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 当前全球最为强大的10款战斗机 深入探讨他们在现代战场上的表现 技术优势和战略意义 这些战斗机不仅代表了 当今航空科技的巅峰 也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力量 平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TOP10苏35战斗机 苏35岁与F22等 5代战斗机相比 略显落后 但其技术优势仍不容忽视 该机拥有卓越的载弹量 和丰富的武器种类 未来将继续作为强大的 对地对空作战平台 其机动性能尤为出色 借助矢量推进技术 在近距格斗中 能比5代机一较高下 然而 其软肋在于雷达和隐身性能 保湿的无源相控阵雷达 虽凭借大天线直径 实现200公里的探测距离 但隐身能力的缺失 却大幅缩短了其 不被发现的距离 可能在空战中 难以先敌发现 因此 苏35在军队中 更可能扮演多用途战机 和远程海空打击平台的角色 而被空中优势争夺的主力 TOP9 接下来 阵风战斗机 法国制造的双发三角翼 高机动性多用途第四代战斗机 以其全面的多用途作战能力著称 它不仅在空中与地面作战中表现出色 还具备强大的对海攻击 侦察及核打击能力 作为一款均衡发展的多用途战机 阵风既能胜任空中格斗 也能执行对地攻击任务 甚至可作为航母舰载机 携带核弹 在全球范围内 能与之媲美的全能通用型新型战斗机 趋之格数 包括美国的FA-18EF F-35 以及欧洲的台风和瑞典的JAS-39 Top8 台风战斗机 由欧洲战斗机公司精心打造的 双发三角翼高机动性多用途第四代战斗机 其亮点在于先进的电子系统 特别是莱昂纳多公司的 PCR-905型有原箱控阵雷达 具备下时下射及多目标交战能力 同时能有效减少雷达系号泄露 保护自身 不被轻易探测 在光电系统方面 台风战斗机装备了先进的被动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 允许飞行员在中近距离内静默启动雷达 秘密搜集目标情报 尽管光电系统的探测范围小于雷达 但这种无辐射的被动探测方式 在现代空战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Top 7 JAS-39英师战斗机 这款由瑞典研发的战机 即全天候全高度战斗 攻击与侦察能力于一身 其独特的气动设计 包括三角形机翼和全动前翼 JAS-39作为真正的多用途战斗机 仅需调整机载软件 即可灵活转换至战斗侦察或对地攻击模式 飞行信息通过三路MFD显示屏 及广角飞行头盔高效传递给飞行员 其中右侧MFD整合雷达 红外及传感器数据 辅助飞行员精准打击敌方目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JAS-39的性价比 自研发之初 便以低成本为战略导向 其单价通常近于4000万至6000万美元之间 相较于其他新一代战斗机 展现出显著的价格优势 例如一架美军F-22战斗机的费用 足以购买两架JAS-39 Top 7 F-15EX战斗机 F-15EX是F-15系列的最新升级版 继承了F-15的强大基础 并进行了全面的现代化改进 F-15EX配备了先进的NAPG-82 有原箱控阵雷达 新型航电系统 以及更强的武器挂载能力 显著提升了其多用途作战能力 该机采用两台通用电器公司的 F-110GE-129涡扇发动机 每台发动机的净推力高达131千牛 加力推力更是极为强劲 为F-15EX在高速 超音速飞行中提供了卓越的动力支持 与F-15CD相比 F-15EX的推重比更高 且具备更强的燃油经济性和作战半径 F-15EX还引入了数字化飞行控制系统 和开放式架构 支持未来的技术升级和武器集成 其改进的宝型油箱设计 显著提升了战机的续航能力 减少了空中加油的需求 助力其在全球范围内的部署和作战 在多用途作战中 F-15EX不仅能够胜任制空任务 还能执行对地攻击和远程打击任务 是当今最为强大的第四代半战斗机之一 Top-6苏-57战斗机 苏-57战斗机相比以往最大的突破在于其航电系统 苏-57装备了由纪赫米洛夫研究所设计的No36雷达 该雷达集成了五套有源电子扫描阵列天线系统 和两台机载电脑 能够探测400公里以外的目标 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 并对其中8个发起攻击 此外 苏-57还集成了主动和被动雷达及光学定位系统 实现了智能蒙皮功能 其SH-121雷达系统更是强大 包括三部X波段雷达分别置于机首和左右机翼 以及L波段雷达以应对X波段雷达探测干扰的低可侦测目标 苏-57还配备了新型无线电侦察和对抗系统 能够在不开启雷达 不暴露自身的情况下 发现敌人并实施干扰 TOP-5 FA-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FA-18EF超级大黄蜂 是美国海军的多用途战斗机 作为FA-18CD大黄蜂 的全面升级版 它不仅保留了前代机型的灵活性与可靠性 还通过一系列技术升级 显著提升了作战性能 超级大黄蜂配备了先进的航电系统和电子战设备 具备优秀的人机工程学设计 为飞行员提供了更加舒适和高效的操作体验 此外 该机拥有一定的隐身能力 能够在复杂的战场环境中 降低被敌方探测和锁定的几率 FA-18EF超级大黄蜂 具备强大的武器携带能力 能够搭载AIM-120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并装备了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系统 通过升级后的NAPG-73雷达 该战斗机不仅在空战中具备超视距作战能力 还在对低攻击中展现了卓越的探测能力 结合雷达高度表 GPS导航系统和数字化地图 超级大黄蜂能够在低空高速突防的情况下 精准发射远程空地导弹 极大降低了作战风险和被反击的概率 新造的FA-18EF进一步升级的航电系统 配备了APG-79有源相控阵雷达 这使得它在空战和对地打击任务中表现更加出色 该雷达具备更高的探测精度和多目标追踪能力 支持先进的导航和目标指示功能 此外 激光目标指示器的引入 使得超级大黄蜂可以在83千米外精准搜集目标图像 并通过数据链传送给地面部队 大幅提升了战场的情报共享与联合作战效能 凭借其强大的作战能力和灵活的任务执行能力 FA-18EF超级大黄蜂成为了全球最为强大的多用途舰载战斗机之一 Top4 F-16V战损战斗机 作为F-16家族的最新升级版 F-16V代表了这款经典战斗机的最先进形态 F-16V配备了NAPG-83AESA雷达先进的航电系统 以及升级的驾驶舱显示器 使其在多用途作战能力上得到了显著提升 F-16V不仅保持了F-16系列优秀的机动性和9G过载机动能力 还进一步增强了在复杂空战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F-16V的价格相对较为合理 设计上延续了F-16的低成本轻型战斗机理念 结合了高推重笔涡扇发动机和一身融合体设计 显著减轻了结构重量 台湾地区早在1992年便赤资60亿美元 采购了150架F-16VB型战斗机 并在近年投入39 6亿美元将其升级为F-16B型 通过这一升级 台湾空军的F-16B不仅在空战能力上得到了显著提升 还具备了应对现代化威胁的更强作战效能 使其在全球范围内继续保持竞争力 TOP3苏-57战斗机 苏-57战斗机相比以往最大的突破在于其航电系统 苏-57装备了由纪赫米洛夫研究所设计的NO-36雷达 该雷达集成了五套有源电子扫描 阵列天线系统和两台机赛电脑 能够探测400公里以外的目标 同时跟踪30个空中目标 并对其中8个发起攻击 此外 苏-57还集成了主动和被动雷达及光学定位系统 实现了智能蒙皮功能 其SH-121雷达系统更是强大 包括三部X波段雷达分别置于机首和左右机翼 以及L波段雷达以应对X波段雷达探测干扰的 低可侦测目标 苏-57还配备了新型无线电侦察和对抗系统 能够在不开启雷达 不暴露自身的情况下 发现敌人并实施干扰 Top 2 F-35闪电2战斗机 F-35闪电2作为美国异形单座单发联合攻击机 属于世界第五代战斗机范畴 其最为显著的优势在于航电系统 装备了NAPG-811有源相控阵雷达 光电分布孔径系统 综合电子战系统及光电瞄准系统 EIDAS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 由机身六套光电探测装置构成 实现360度环湿市场 穿透障碍提供广域外景图像 支持防区外目标的精确探测与识别 NAPG-811有源相控阵雷达 则使F-35飞行员能同时探测 锁定并制导武器攻击固定与移动地面目标 同时应对敌方战斗机或低空直升机 该雷达的探测距离 使现有同类雷达的三倍 Top 1 F-22猛禽战斗机 F-22猛禽战斗机是美国空军的王台战机 作为世界上首款投入实战的第五代隐身战斗机 F-22在多个方面树立了新的行业标杆 凭借其卓越的隐身性能 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无与伦比的机动性 F-22在空中优势战斗中几乎无可匹敌 其隐身设计使雷达反射面积小至0 0.1平方米能够有效躲避敌方雷达探测 甚至在现代空战中几乎完全抵消 第四代及四代半战斗机的探测和锁定能力 即便是与其他隐身战机如F-35相比 F-22在空战中的隐身性能仍然占据明显优势 F-22猛禽装备了两台F-119PW-100涡扇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不仅推力强大 还通过精简零件数量提高了整体可靠性和维修便捷性 F-119发动机能够在30%的燃料消耗条件下 输出比前代发动机高出22%的推力 极大的增强了战机的续航时间和作战半径 同时推力矢量控制技术的应用 使F-22拥有卓越的机动性和短距离起降能力 这项技术使得猛禽战机能够在空中进行极为灵活的机动 轻松胜任近距离格斗 并在高空低空战斗中游刃有余 F-22的超音速续航能力更是一项核心优势 使其无需使用加力燃烧式便能长时间以超音速飞行 极大提升了战机的作战效率和突袭能力 除了空战性能 F-22还配备了先进的航电系统 能够同时追踪多个目标并进行多任务处理 具备强大的态势感知和目标锁定能力 F-22不仅能够执行传统的制空任务 还能胜任电子战和情报收集任务 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保持全方位的作战优势 随着全球对制空权争夺的加剧 F-22猛禽在现代空战中展现出不可替代的地位 其卓越的性能促使其他国家 纷纷加紧研发新一代战机 已在未来空域争夺中战局先机 F-22猛禽虽然产量有限 但其作为世界空战力量巅峰的象征 无论在技术层面还是战略意义上 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 堪称全球空军中的空中霸主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大家认为未来的战斗机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进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